农民烧街杆烧了近千年 怎么突然禁止了呢 从1999年开始 我国就提出了禁烧街杆 出台了专门的管理办法 划定了禁止焚烧区 不让焚烧街杆 基本上是出于保护生态环境 保障人体健康 还有维护公共安全的考虑 只是烧个街杆 竟然有这么多问题吗 影响最直接的就是生态环境 在农村的朋友应该还记得 春秋季节总有那么几天 地里堆着草舵 一个个冒着黑烟 这些黑烟本身就是一种污染 全球变暖 其次就是对人体的伤害 农田一般都在居住地附近 焚烧街杆会释放大量的农烟 其中很多有害气体 比如一眼化碳 本化合物 淡氧化合物等 刺激咱们的眼睛 鼻子咽喉对黏膜造成伤害 此外还影响公共安全 一方面焚烧街杆会降低空气能间度 影响到航空高速公路铁路的正常运行 另一方面还容易发生火灾 小道房屋烧毁 损失个人财产 大道引发大型火灾 威胁生命安全 既然这样 那为啥焚烧街杆还屡禁不止呢 点个赞 听社长接着聊 禁烧街杆空气好了 土地差了 是哪位专家提出的禁烧呢 到底懂不懂农业呢 虽说焚烧街杆带来许多问题 但是一刀切的街杆禁烧政策 真的考虑过农民的情况吗 这个政策又是谁提出的呢 历时已久 当时是谁提出禁烧街杆 已经无从考证 但政策上有技可学 我国虽然在99年就提出禁烧街杆 但08年以前 仅是划分了禁烧区 比如机场高速公路附近 之后才逐步扩大了禁烧范围 包括人口集中地区 机场周围 交通干项附近 以及其他划定区 但是呢 农民烧街杆可不是一时兴起的 一方面是因为收割之后 废弃街杆过多无处安放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街杆燃烧之后 形成草木灰是上好的肥料 在一定程度上能改良土壤 另外高温还能灭掉土里的虫暖 禁烧街杆以后呀 少部分街杆被用作饲料 能实现再利用 可是呀 大部分地区采用的是街杆还田 也就是把街杆切碎 再埋回到地下 但这样做也有个问题 街杆分解成了害虫的温床 不过 烧街杆对土地也不全是好处 现在大家发现 烧街杆之后 土壤水分流失 微生物也少了 土地容易板结 反而影响庄家生长 所以说呀 街杆到底该不该烧呢 点个赞 咱们看看别人是怎么做的 废弃街杆到底能不能焚烧 还真是个难题 别的国家是怎么处理街杆的呢 其实啊 世界各国也基本在90年代 陆续限制街杆焚烧 那限制焚烧后 他们又是怎么处理废弃街杆的呢 其实外国跟咱们的农作模式不太一样 往往是集中种植 或者是种植业和畜牧业同去发展 带来的好处就是 容易集中收集街杆 以及能够农处循环利用 像德国 街杆拿去给牲畜当电料 或者经过发酵 作为肥料归还给土地 随着德国畜牧业走下坡路 街杆又被集中加工 做着气法或者生产甲烷 而美国更是典型的大农场模式 老美把街杆收集起来 发酵之后 做成生物乙醇 添加到汽油里 近些年啊 还用街杆来制造氢气 开辟赚钱新死路 氢气当燃料 或者用到石油工业上 那可是更清洁赚钱更高效呀 像日本 加拿大呢 所主要把街杆翻田 或者做饲料使用 从世界各国经验来看 街杆重复利用 还是比焚烧更安全 更经济 然而国家之间情况各异 那你觉得我国的街杆 该怎么处理呢 咱们评论区聊聊吧 感谢收看 海克斯情报社点个关注 这样就不会错过 更多的精彩视频 咱们下期再见